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使用数据库的练习 首先 我们运行lab start 命令 然后我们切换到 这个目录中查看一下漏的这个脚本 它是往数据库中 写入 数据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 post grade circle 12的容器 hold my right 这个您 按照教材上面的知道 就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在 启动的时候 他运行了low的 db 这个脚本 这是我们在 这 啊 把这个脚本 mont上的 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数据库的 内容 这里我们 成功的查询到了这个model这个表 接下来我们要重新创建容器 以验证 这里面的数据并非 19存储的 首先我们用 Ctrl C 退出上一个容器 然后运行 创建新的容器 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 使用 减微这个选项 创建好之后 我们用 我们用 刚才 类似的命令 查询 没有查到这个表 说明 我们的 验证是成功的 我们还是用 Ctrl C 退出这个容器 接下来 创建一个 创建 Ctrl C 然后我们运行 一个新的容器 使用这个创 用它来保存 容器中的数据 后台运行 运行之后我们可以 查看一下 因为我们 用减微选项 加载了 数据控制出使的 这块内容 那我们可以 查到这个model 我们把这个容器移除 接下来我们重新 创建一个新的 容器 在这里面 我们没有使用 减微 初始化的这个选项 我们挂载了 刚才保存数据的 这个volume 创建好之后 我们 使用相同的查询命令 可以查询到 那由此我们可以 验证 可以通过volume 来持久化的保存数据 好 接下来我们 创建一个网络 使用 数据库和他的管理软件 来连接这个网络 然后 相互访问 停止刚才的那个容器 创建一个 新的 使他 连接到 刚才创建的这个网络中 Network Persistenting Network 这个容器创建好之后我们创建一个admin 的容器 使用端口5050 同样的我们要连接到相同的 Network中 好 这个容器创建好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web访问 我们使用的是5050端口 打开 Localhost的5050端口 出现一个登录的界面 我们使用 设置的邮箱和密码登录 登录成功后 是 如下的这个界面 当然您可以 把这里面可以选择英文或者是简体中文 好 接下来 我们选择添加服务器 在这里 按照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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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去查看里面的数据 然后点击save 标签 到这个model 然后选择 选择 试图数据 可以看到 我们 以 图片化的界面 展示 展示了 展示了 展示了这个图表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要 迁移数据库 首先 我们把 数据 dump 出来 dump到 这个文件中 这是在容器中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把容器中的这个文件 复制到 它的 速度机中 然后停掉这个容器 接下来 我们再 创建一个 volume 然后我们存 版本12 迁移到版本13 用版本13 启动一个容器 并且把这个volume 挂载 上去 接下来 我们把速度机上的这个 文件 复制到容器中 版本13的这个容器中 然后 使用 还原 restore 还原好之后 我们 查询 可以查到 啊 到此 我们验证了 从版本 迁移的时候 把数据库 做备份 然后 做回 做恢复 那么 接下来 就把 版本12的容器 停掉 把对应的 volume 删除 到此 我们这个 练习 就完成了 好 请大家 运行 lab finish 来清理 运行环境 好 接下来 我们要做 章节的 实验 谢谢大家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